超誇張的啦,新加坡口罩都賣光光了 你看缺貨缺成這樣子,超誇張的 來買伴手禮 新加坡過年都會買蛋糕或是買一些餅乾 然後這個是新加坡比較常吃的 這裡面是蝦做的,所以如果有蝦過敏的人這個不要吃 然後這個是類似蝦餅或是螃蟹做的 殼類做的東西,這個跟台灣的差不多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吃的零嘴 這邊也有一些是吃的零嘴 這個是我比較常吃也比較愛吃的東西 這一盒平常如果配茶配咖啡 我大概會吃完一整層 大概是有兩層 然後這個是賣18.8 然後這個綠豆的蠻好吃的 另外剛剛那個7次再來是這個 不過這個價錢比較貴 我比較不那麼常吃 這個也是兩層的 對它價錢是20.8 這很好吃 登登!今天是過年初二 大年初二 我們就來這邊吃飯 先看看這邊有什麼料理好了 我們等一下是吃中餐 所以它現在還是早餐時間 對 然後這邊新加坡人跟台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撈魚身 就是它把很多配料有沒有 像是胡蘿蔔絲啊 白蘿蔔絲 對 還有一些絲狀類的東西 這樣子擺在盤上 然後還有一些醬 那這邊會有的醬通常是魚露醬 然後這個是鮑魚的話 它會用鮑魚的一些壽司 高湯壽司在裡面 還有一些芝麻 甚至花生粉 然後擺盤 然後在同桌的人吃飯 大家都會拿筷子 然後這樣撈 這樣撈 這叫撈魚身 然後把它越甩越高越好 然後在最後剩下在盤子的上面 大家再吃 然後喊的時候大家會說 哇啦哇啦哇啦 就是發的意思 這個就是撈魚身的樣本 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鍋 好多鮑魚喔 還有干貝香菇 這個是他們的鍋 好多鮑魚喔 還有干貝香菇 就是蚵仔 還有凱生 這我們今天 等一下中午會吃的環境 那我們先進來拍 這個現在在 章藝機場的第三航廈 熱天皇朝 這邊有五人桌 六人桌 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等一下我們的座位區 它會有這樣子 這個是有十人桌 它可以幫你加座位 通常是十到十二 這樣子 我們今天三桌吧 這樣一桌 兩桌 三桌 然後我們在這邊用餐呢 就是除了看這邊的風景之外 上面還可以看飛機 這邊有免費的WIFI 然後你還可以抓Pokemon 然後今天我們點的菜是這樣子 首先有湯類海鮮 然後肉類跟菜 這邊這一側就是看機場的Depatcha大廳 然後看過去的旅客 然後這裡是Terminal 3 是第三航廈 所以有著名的LV 好可愛 因為現在是 就是武漢VIRAL的期間 所以很多人都戴口罩 然後呢 如果你是從台灣來新加坡旅遊的旅客呢 建議大家從台灣戴口罩過來 因為這邊呢 你如果來機場買的話 你口罩完全完全完全買不到喔 現在口罩也是賣到缺貨的狀態 從手扶梯上來可以這樣看 很漂亮耶 這個是Depatcha後 從另外一個角度拍 從另外一個角度拍 這邊是看飛機 好多飛機喔 我們現在吃完飯出來了 然後我們來打包 打包了一點菜回家 好啦 這以上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新加坡團員 大家會買什麼樣伴手禮 然後主要的 特別的跟他不一樣的 就是撈魚身 然後在機場吃飯 有優點是 你可以用免費Wi-Fi 還有看飛機 很棒的一個體驗啦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強烈日子 下次見 掰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會在D-Stay通知你喔